大家好,我是Den 因为霸凌正义而退出尤家艺姐的苏金的最新境况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该新闻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二位 4月2号,一位航空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疑似是苏金的照片后留言 自己今天在街上遇到了苏金 苏金摘下口罩向认出自己的粉丝们打了招呼 而当天在推特上也出现了很多目击到苏金本人的贴文 这位网友最后表示 爆料者主张中学一年级的时候被苏金霸凌了 但是当时学校暴力委员会给了苏金无罪 反而当时苏金是被学长们欺负的受害者 苏金真的太冤枉了 学校暴力委员会无罪 以及苏金是被学长们欺负的受害者 是事实 跟爆料者几个月前一起去旅游的共同朋友 已经切割了爆料者 为了苏金去警局作证 然后那个侧欣人也说过 不太记得霸凌他的那一群人中有没有苏金 到现在还说苏金霸凌的人脑袋是当装饰品用的吗 不过那演员一开始说自己被欺负的时候 不是没有反驳吗 如果真的有愿望才决定离开演艺圈的话 应该要明确的说不是吧 那之后不是就沉默了吗 一开始Cube就说会强力对应 反而被网友们骂爆了 而且那时机也有两位演员被爆料霸凌 也说会强力对应 结果又被网友们说 想用法律来威胁爆料者后被骂爆 那个时候说什么都只会被骂 那些一直说苏金霸凌的人 请先反驳一下粉丝们的主张吧 粉丝们从一到十找出证据反驳了爆料者的赌诈 你们黑粉每次都是反复同样的话 拿不出一个证据 请反驳一下吧 希望这件事能好好解决 苏金遭到的损失 要再一点退团 精神受害这些到底要怎么补偿呢 希望苏金就算是以梭罗也能回归 人们在母黑毅然让他们陷入低谷时感到快乐 并且积极的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 事情的真相一点都不重要 虽然也是有部分负面的留言 但是觉得苏金很冤枉的留言 比率占得非常高 所以对于苏金的最新近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在ReadyReady的演唱会 粉丝们惊讶的理由 惊讶的理由是因为 Wendy的腹肌 Wendy腹肌也当上了推特热搜 原来这也可能啊 女生很难做出那样子的 腹肌疯了 到底是怎么做的 哇太帅了 女生做腹肌又比男生难很多 真的太棒了 最后一张好像天使一样 好 i know you i know you